瓦格纳宣布控制了队整个巴赫木特 普京第一时间向瓦格纳发去了祝贺 胜利当然是开心的事情 但是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而言 也背上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巴赫木特胜利之后到底该如何来打 是固守东乌还是发动心的攻势 巴赫木特一战成为了二战后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局部战斗 这场战斗有飞机有大炮 可以说巴赫木特之战有二战的味道 甚至还有点一战的味道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战斗 可能会决定俄乌冲突的未来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瓦格纳军团宣布胜利之时 正是泽连斯基在日本参加几期峰会之际 这一定程度上让西方人很没面子 而乌军的失利 也激发了西方的新一轮对乌克兰的援助 美国不但已经松口 同意向乌克兰援助F16战机 还宣布了新一轮额外的军事装备援助 美国每一次都是几亿美元的巨额援助 这让乌克兰有了打下去的资本 而西方每一次拱火 都会让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显然现在的俄罗斯想要降级冲突 甚至想要冻结冲突 然而西方人却不干 第二巴赫木特只是顿孽茨克的一座城镇 并不是打下了巴赫木特 就等于宣告俄军在顿孽茨克的胜利 可以说正因为巴赫木特之战 让乌军在巴赫木特以西建立了稳固的防御 如果俄军继续向着既定目标迈进 那么在斯拉夫杨斯克 必将迎来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 而从目前看 普京也在犹豫 继续打还是不打 是普京必须做出的选择 继续打 俄军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一是人员层面的代价 将是伤亡不可避免 二是武器装备的消耗 进攻方的武器弹药损耗 可能要比防守方大得多 这也是为何俄军退守东乌 乌军想要反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样 俄军进攻同样面临这样的局面 然而如果不打 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如果没打算继续打下整个顿孽茨克 那在巴赫木特耗费如此大的伤亡代价 拼个你死我活 就是简单 为了拿下一个原本六七万人口的巴赫木特 第三 实际上相对于乌克兰而言 俄罗斯的战略是经过调整的 刚开始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是为了对乌克兰实行去军事化 中立化 解决顿巴斯问题 然而随着俄军兵力不足 不得不在乌克兰多地撤退 最终形成目前的局面 反观乌克兰 乌克兰的战略是非常明确的 在顿孽茨克 乌军要阻止俄罗斯 进入斯拉夫杨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 利用巴赫木特之战束缚俄军的进攻 并且为反攻做准备 如果俄罗斯不继续进攻 那么就要被动防御 这场战争已经不是俄罗斯想停就能停的 虽然俄罗斯依然占据战场的主动权 但是却没有决定权 那么普京到底能用什么方法 能够取得俄乌冲突结束的决定权呢 第一摧毁乌境内的西方主战坦克 防空导弹 让西方人明白 西方的援助不会对俄乌冲突起到任何作用 不过目前看 俄军不具备这个能力 但是普京想要决定权 就必须达到这个能力 第二 必须在西方战斗机没有到来之前 完全肃清乌克兰空军战斗机 只有这样才能让西方死心 让美国看到就算给了乌克兰F16战斗机 也会被悉数击落 甚至飞到乌克兰都没有机场可以起降 所以对于俄罗斯而言 不仅要打乌克兰空军的有声力量 还要把乌克兰的机场设施清理掉 这样西方援助战斗机也没地方起降 第三 必须尽快实现自己的东乌目标 在东乌地带划清界线 给西方设立红线 对乌军加强前线轰炸 让乌克兰认识到打下去 只会有更多伤亡 而对于乌克兰而言 如何利用西方的援助 来持续给俄罗斯造成麻烦 逼迫俄罗斯在某些地方做出让步 估计已经是乌克兰的军事目标上线 想要把俄军打到边境线 几乎没可能 连日来 俄乌战争风云突变 先是俄罗斯拿下巴赫木特 紧接着乌克兰特种部队见走偏锋 攻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 立即引发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甚至就连联合国都惊动了 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连续奋战一年多 而如今自家后院 却突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联手攻击 还轻而易举就突破了俄罗斯的边防 并占领了警察局以及多个村庄 这让俄罗斯感到举国愤怒 更让俄罗斯感到愤怒和羞辱的是 这支军队还公开发布声明 宣布别尔哥罗德独立 成立了别尔哥罗德共和国 这支武装竟公然 在俄罗斯境内发起了独立运动 很明显 这是乌克兰准备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对俄罗斯赤裸裸的羞辱和报复 更加可怕的是 由于别尔哥罗德州有存放俄罗斯的核武库 这支乌克兰突击队除了攻击德尔格罗德政府大楼外 还朝着存放核武库的方向进攻 甚至一度逼近离俄罗斯核武库仅有几公里的位置 这不禁让人捏了一把汗 大家想想 如果让这些人炮轰了俄罗斯的核武库 或者拿到了俄罗斯的核武器 直接破釜沉舟在俄罗斯的地盘上释放核武器 这对俄罗斯和整个俄乌局势来说 都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比尔格罗德州的枪战爆发之后 乌克兰和美国都纷纷紧急表态 称和自己没关系 但是地球人都知道 在这件事的背后 注定有乌克兰和美国策划的身影 而这支全副美式武装的特种分队 直接潜入俄罗斯 并且目标针对俄罗斯的核武库而来 这表明有人为他们提供了详尽的情报支持 就连联合国秘书长都发声 对比尔格罗德突然爆发战争表达关切 因为古特雷斯深知 如果真的把北极熊彻底惹急了 在乌克兰扔下几个大烟花 恐怕连联合国也无法收场了 大家想想 俄罗斯刚刚在巴赫姆特打了个大胜仗 经过300天的浴血奋战 拿下了巴赫姆特这个钢铁堡垒 没有想到后脚自家的国土 竟然都被乌克兰的特种部队给攻陷了 并且还占领了警察局和村庄 要知道俄罗斯再怎么说也是第二大军事强国 尽管和乌克兰战事久拖不绝 但如今 竟然被一支80人的特种分队直接钻了空子 不但占领村庄和警察局 竟然还叫嚣要举行别尔格罗德州的独立 这对于普京来说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再加上美国铤而走险 向乌克兰援助战斗机的行为 已经严重挑衅了俄罗斯的底线 所以普京才会勃然大怒 随即命令对乌克兰发起狂风暴雨般的打击行动 并且直接轰炸了顿巴斯前线的国际机场 同时比尔格罗德州也全部进入全民反恐模式 大批军队立即进驻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 等待乌克兰这支小分队的注定是全军覆灭的命运 乌克兰和俄罗斯叛军之所以联手 突然杀入俄罗斯境内 甚至把目标瞄准了核武器库 还有一个重磅信号 那就是说如今的乌克兰已经开始无所不用其极了 乌克兰不断的铤而走险 也逼着俄罗斯不断的加码升级战争 用更加猛烈的打击行动 让乌克兰去军事化 5月23日 梅德威杰夫直接发表讲话 称北约总在认为俄罗斯打核战不可能 所以才会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危险的武器 但是他们错了 如今的事情可能发展到了不可预测的地步了 俄罗斯的表态 也向美国释放一个重大信号 那就是别逼我动手 要不然大家与死网破 突然发展了不可能 Disney 感谢观看